事情越发严重了 傻丫头 我相信你一定留下了一些线索 对吗 跟 跟我 傻丫头 你是想起什么了吗 天 城 这 这里 这是你留下的笔记 太好了傻丫头 你真是帮了大忙了 你在笔记里说 这些怪物是受陨石影响出现的 这些人形怪物具有感染能力 人类有伤口 就会被病毒感染流出黑血 两天后 彻底转化为人形怪物 什么 那我送往批城的兄弟们 岂不是要变成人形怪物了 他们疑似有加速衍生能力 部分阵亡士兵直接变成怪物 难怪他们越打越多了 所以傻丫头 你也是阵亡之后变异的吗 是 因为死而复生的原因 所以你将人形怪物称之为诗人是吗 那昨天那个大家伙 又是诗人统领了吧 所以他们都是 天成 你送来的重伤员全部变成了怪物 见人就要 烈火和巨小军团已经去镇压了 城主 我刚刚找到研究人员的笔记 这些诗人具有感染能力 被抓伤的人会逐渐转化成诗人 诗人毫无理智 而且对人类极为敌视 且当场阵亡的人 可能会直接变成诗人 矿场驻守部队和匹岗部队 应该都已经变成诗人了 你现在有没有兄弟受伤 有受伤队员立马就地出局 否则 你们将全军覆没 可那些 都是我过命的兄弟啊 天成 你想要靠命不成 这些诗人的衍生速度你也看到了 如果不加以阻止 人类将迎来灭兵之灾 你好好想想 是 承住 傻丫头 我该怎么办 那些可都是我过命的兄弟啊 我怎么下得了手 可若不对他们动手 他们会继续扩散 侵吞前来支援的部队 从而扩大到整个海岛大陆 相信 你 自己 傻丫头 你恢复得越来越快了 可 可我的兄弟们怎么办 队长 城主怎么说 志愿部队什么时候来到 不好 怪物又来了 啊